好了 未开场之前已经见到两位观众在等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就会和大家讲一下有三件好汁的事 但都是和电脑有些关系的 包括李子敬的Twitter 被发现跟踪了不少发布色情内容的 无私电视之前的APP 出现了很多奇怪的推送通知 例如外国者自个 严守一个两制底线 以及类似这些内容 比较超见记者 其实这些内容理论上是不应该出现 但又出现了 还有就是 微博强制显示IP位置 每一个人都会一上网就知道你在哪里 你在香港 你在河南 河北 这样就发现了很多微博上什么 莉莉妈在法国 原来你是在河南的 这个叫做来雷在东京 谁知道是上海的等等 这些情况 这三件事其实都反映着整个的这个叫做网络这件事 有太多东西 其实用户和开发者的想法很不同 用户做起来 其实很可能有些功能 用户用得很爽 怎么才会出事 我其实挺觉得香港 又不要说它完全负面 你在香港我看到 没问题 我知道你在香港就算了 我不需要知道你在香港是哪个区 但是如果你说这些 都不知道在哪里走来的 看你国内就清楚一点 海外的都没什么不对 不过究竟这件事 習慣上不会公开 互联网什么都可以 越来越 是不是那件好事呢 还有国内为什么微博会搞这样 突然间公开了它 那些小红粉就全部被人在了 是不是 因为它里面其实是靠这些 有些可能是大内宣 大外宣 那些网军 你知道国内就不是很喜欢被人知道这么多东西 它自己是想知道这些东西 但是政府不想被人知道 但是它这么做 大家都公开了 国内是不是都是实名 网名可以 但是你早就买卡 那些要知道你是谁 追到你 是不是 但是今次把你的IP地址 IP地址看到的 是不是 我不懂这些东西 是的 其实如果不是用洋葱网络 或者VPN的话 所有人的IP地址是 网站和服务商是完全一清二楚的 这次的事件 正如观众Joyce Wall说爱国者全部在海外 的而且确是出现了不少每天在罵爱国的爱国者和小粉红 他们竟然被发现 微博显示 美国 英国 德国 诸如此类 所以就发现了 这些小粉红 口里就说要爱国 但实质上就用脚投票 去了别的地方 这类似的情况 引起了很多网军 非常大的尴尬情绪 这种情况 其实我们经常都经常见到的 但是今次这样去fail一次 真的是在近年 习近平的英明领导之下 极少见的情况 你觉得他算是聪明了还是蠢了呢 这样搞法 对于整个管治好 内宣的做法好 透明度增加了我们 我觉得是好事 对国内的人都是觉得好事 我估计 就是一般人 喜欢这样增加这些透明度 但是对于管治 喜欢搞内宣的人来说 这次我好像自己捉蟲那样 有没有这个感觉呢 为什么会这么有趣 弄了这种东西 其实如果大家是有留意中国的经济发展 大家都一定会知道 中国的科技发展和资讯科技 其实是特别发展得好的 现在全个亚洲第二大市值的公司 第一大很有趣的是台积电 这种东西 当然是令到中国压恨恨 非常不高兴 很多时候为了维持专业 很多时候强调台积电 都当是中国公司 但这不是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其实第二是腾讯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 现在香港的恒指成分股 比如美团 或者其他阿里巴巴 或者其他一些手机零件 例如瑞星 以至信誉 全部都是一些中国原生的公司 看回了 为什么这些方面的产业竟然会发展得这么好 而且我们看到不如信誉 瑞星 它们其实是在 在苹果手机的生产链上的 意思就是 苹果手机的星寒元件和镜头 是要用到这两家厂出品的产品 看回了 究竟为什么是这类产业搞得怎么样 我们是看不到中粮集团的豆豉鱗鱼罐头 可以卖到全球也是 但我们看到其他来可口可乐 是可以卖到全世界都喝可乐的 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 例如字字跳动 字字跳动其实是一家相对起步较迟的公司 最初是做一个新闻类整的APP 之后改成抖音之后 竟然是可以红到外国 看回了 其实原因都很清楚了 大家知道中国很多东西都讲求是要管的 其实大家看到很多时候一管就死了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是之前发生的 就是我们看到其实 现在中国内地的学生压力非常之大 他们常常都要疲于不明 要去补习 要高考 要求分数 才可以进入到985学校 985学校就是国家所谓双一流 我对最擅长的学校就是得大清华等等 这样就因为经常有学生自杀 这件事不是很好看的 这件事当然也有民怨 于是就推出了所谓的商减政策 就是把那些补习社全部盖 盖了他们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一大堆和教育相关的产业 企业提出一个最经典或者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新东方 股价由百多元跌到下去只剩下几元 这件事当然是因为多了这样的政策 他所有东西都没办法再维持 新东方其实当年陈可生拍的中国合法人 就是说新东方的创业故事 最后竟然是这样的死 这件事是无可否认地非常唏嘘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已经看到 那些东西如果一管得紧的话很容易出事 但如果有些东西根本上头就是中国政府 他根本不清楚不知道的话 其实他是很难去管 既然没得管 那他就可以自由发展 那当然就会有一种特别的竞争力在这里 自由发展率带来的竞争力 其实我们看到为什么美国是全球第一的 就是波及强国也是和他自由的体制 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而中国在这些方面 由于他是没得管 没得管就会有发展上面的空间 所以就会变成功到 所以我们看到了 为什么呢 当马云 马谋谋 不是马谋 马云 也不知道是不是马云 上海杭州有一位 马谋 谋谋 被指被捕 但这些股价就立刻断了 所以大家看到了 一管就死 其实所谓怪圈就是一管就死 一死就要再放 一放就亂 一亂就收 一收就死 这种情况下 当然是会出事 而今次这件事 很明显 我们不知道这个政策 是微博自己 就是腾讯的 微博自己说要搞这个政策 还是有些官员要求他搞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在于 腾讯自己一定知道 有很多小粉红的帐号 其实是在外国的 但是上头下了这样的命令 没得不跟 结果就立刻拿出东西了 所以其实 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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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些心意的 有些心意的 可能是想修正一下 不想再有那么多毛毛 是为那些小红粉 在那裡 野事生非 可能想修一下这些风气 也不一定 这些基本上又没有什么建設性 但是就会 了出了是非 国内来说 可能都是一种进步 希望他不是搞错 不是搞错 就是真的 以后都公开他 至少他们 就是永远是资讯多些 消息多些 是好事 就是很多时候 那些人留意 我要慢慢 猜他究竟是不是在外国 他哪里来的 年纪如何 那你说如果看就知道的 那其实又没什么 又不是不欢迎 不过公道些 写简单字我就明白 是吧 过来来的 其次的 知道有什么问题 照计都好 不过你说网上 就是能够保密 就永远 就是似乎是他的特色 是吧 又可以用匿名 那这个也是特色 让那些人可以自由表达 不想他 就是每次都被人追究 被人管 如果两外取其轻 在香港来说 就是比我保密好些 就是国内就不知道 另一个逻辑 那接着的 跟着的 都是跟这些有关的话题 你准备得 那么巧 不是你准备 这几天竟然有几样东西 都是跟这些IT有关 你想说哪样先 我猜大家如果有留意YouTube的话 都一定在右边的recommendation 会有空无事 就会看到李之敬 和他的朋友们的影片 包括 大家可能看到 陈凯恩和夏永家 就是所谓 我不记得 是不是叫大树血木头 我不记得 或者其他的一些 类似这样的 一些所谓的KOL 他们在订阅数上面 符合这方面的标准 但是其实这方面的一些 都是一种很明显的 都是一种外宣 究竟有几大程度的有效 或者他在管理上面 究竟管理得好不好 那当然是一大个问号 而今次有一宗这样的事件 这个KOL李之敬的Twitter帐号 被发现跟踪大批色情帐户 其实回来 我的看法很简单 没有人想让人知道自己在追踪色情帐号 但是很多时候 我的管理员 一定不是自己一个 去管理这些帐号 我的管理员 可能他明明在自己私人的匿名帐号追踪 谁不知 忘记登出老闆的帐号 然后直接用老闆的帐号 追踪了我的色情帐号 而这些情况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以前也见过不少建制派人物 但是在他们Facebook上 甚至乎基哥也试过 基哥试过在Facebook上 like了很多和色情内容有关的一些贴文 当中也包括其他的情况 就是有一次 有人在文协的page上质疑冯剑基 这么老都要出来选 谁知道文协的念书专业 直接用我来回应 意思就是原来文协的page就是冯剑基自己来的 所以整件事 即是他有份管 是的他是其他管理员 他可以在这用文协 但是他我我我的就是他 嗯 那其实他这个 为什么这个资料可以公开的呢 用什么方法可以看到你追踪过什么 哦 但是你要进去管理员那里才知道的 我自己都没有留意 所有东西都是公开的 他可能是设定的公开 那真的是公开的 是看到的 其实很多时候都看到的 就看到他原来日日就不是去看政治 就是去看色情的东西 那西门兴就是这样的 西门子敬就是这样的 当年码头公运呢 当年有一句名言 那就是所谓的工人 工运最重要不要被工会介入 这句真是 我觉得全世界所有工会 听到这句都会觉得 哎 笑话不断 你现在你看到这个立法会 就全部 就是以往 还有竞争被人淘汰了 掉了出去的 没有份的 全部有份 现在喜欢就 还加了位 又赶走了民主派 于是这堆垃圾 你不是做过或者你想做 你就做到一个合职 积职的议员 整个香港那么大 但是你找几十个积职的人 又去警员不行 是 就是已经是委任了 那你都委任了 就是不要抿零抿积的 那他全部就是 就是有关系就可以了 所以都抵他了 抵他了 就是 我们再没有了一个 就是 就是清静很多 我们都有些空间 我这些重要性去增加 我们评论员 是不是 就是真的有个价值在那里 因为没有了这些真的有价值 就是有些真正代表人民的议员 那我们责任大了 那你觉得这件事 对于建制的人 有什么影响了好没有 心转影响了 每个人都小心了 是不是 好像 有时候那些人是不懂得玩这些东西 我估计 或者是 他已经找尊人 帮他manage 我估计 很多人都是 很多人都是找尊人的 很贵人的 帮他出一下姿势 增加这个 这个 迎售啊 增加 怎样推广啊 哎 我知道了 有些民主派 杨恶桥 说起来 几万元的 请个人和他搞个网页 哎 不知道 现在还这么老了 做完这些事情 你觉得这值不值啊 你做议员 你正经做 尤其是做了议员 发表那么多意见做什么啊 如果知道他那个 原来是这样的 不过很难说的 我相信他那些 看惯的粉丝 熟细粉丝都是这样的 你托他 托他反而是不喜欢的 那些人是喜欢 自己喜欢的那个人 就寄情了他那里 那就不理那么多了 知道他原来是这样的 那就不奇怪的 其实 不奇怪的 看色情网业而已 正常吧 几乎每个人都是 那你觉得 会有什么后果呢 影响到建制里面 嗯 其实这类这样的人 尤其是我估重 我比较宏观一点 因为吃花生 其实我想大家吃花生 都吃得很开心 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但其实最大的关键 在于 究竟他们有几大程度 他们可以真的 将这些 这样的东西变成 舆论影响力 而不是虚火 这是很核心的关键 他们其实是 如果他们只能够接触到 真是男的那些人 造不大的饼 只是一种内循环 内循环的用途 是用来巩固一堆关键支持者 或者关键支持者 是非常积极的 但是问题 大部分 其实如果是男的那些 如果以往是 例如 两个阵营 不是一个阵营 香港建制派是由 亲政府和亲北京 两堆人组成 不是一堆人 所以大家会看到 两者在六七暴动 是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 所以其实这个奇怪联盟 其实是一种 在香港的庞大资金下的 一种强制的不神性联盟 为什么我要强调 不神性联盟 不是批评或者什么原因 是因为神性联盟 代表着以前 在欧洲的封国 他们会在神之名下 结文 例如波兰立陶宛 结文成为一个候选王国 诸如此类 但是这些人 很明显 他们两个根本没有共识 既然他们没有共识之下 其实我们就要观察一下 究竟这群KOL 究竟他们是 如何去 或者他们是在找什么人 去支持他们 根据我的观察 其实他们主要的支持者 是亲政府人士 不是亲北京人士 两样东西 大家可能觉得很一致 因为香港政府 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 但是所谓的亲政府人士 意思是如果在六七暴动 政府去镇压亲北京人士 他们会拍掌叫好 因为我是香港政府 我是英国政府 换言之 他们有点像是 杨子弹飞里面 刘嘉宁飞演的 是圆长夫人 为什么他叫圆长夫人 他就说 我是圆长夫人 谁是圆长我就是 谁的夫人 这种 或者其他一些角色 都是类似的 其实里面有很多 例如姜民小孩 姜母飞演的武藏月 他也是很明显 谁做了圆长就跟谁 所以他原本是清朝封的武藏月 他跟着就会仍然说 我是清朝封的武藏月 我冠给你这个圆长大 喂 现在什么时代啊 清朝已经清宿去了位了 所以这类这样的情况 其实看回了 其实他们的支持者 如果都是刘丹宁这类的角色的话 其实他们其实 他们这些其实只是虚火 他们只是一堆 他们只是拿着难 亲政府阵营 亲政府阵营 不包括亲北京阵营 亲政府阵营 广泛亲香港政府 这个说得是 比较很难说得清楚 所以其实一般很少人会这样说 因为这件事比较复杂 但是为了准确的描述 都要这样说 他们只有一宗内循环 而这一宗内循环 他们仅限于 会有空上YouTube 看看他们的视频 而且之前李家超 李家超其实他也是 王家香港警察 王家香港警察 王家两个字 其实是很反革命的 为什么我说王家两个字 就是因为反革命之后 就是王家 他们原本是香港警察 现在打倒了阻止之后 震压了 捉入八屋 那你就是王家 所以这堆 由王家香港警察出生的李家超 被Google封禁了帐 如果他不能用YouTube 其实这件事是对他整个阵营的完整性 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我亦都不排除 由于他的Google认为李家超被制裁 所以如果之后又有其他人被制裁 那么他们究竟在YouTube上 而这件事会直接导致了究竟 他有没有可能处理得到这个圈子 而最大的问题就是 香港的蓝丝 或者香港的亲政府人士 而不是亲北京人士 亲北京人士 可以转去西瓜市坟 或者哀哩哀哀哀看片 我都不隐瞒 我也有时候会去看 因为里面有些资讯 是有一些用途的 那么我就一向都不排斥 有用的东西我会拿来主意的 但是对于蓝丝来说 他们惯了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他们不惯推平的话 就是弹字的话 什么叫弹字呢 就是这个大陆想出来的 就是各位这么多留言 会在我头上和我头上 一直在横向地弹出来 这种叫弹磨 那我就整大直播不言 放上弹磨叮 令到香港学生很不高兴 因为他们觉得弹磨很滑溪 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实用的设计 至少可以给所有观众都看到 不过有时如果长一点的话 就会一寒 那就很奇怪 但是关键就是 亲北京的人士不介意转去 和西瓜市民 但是 亲建制或者亲政府人士 是介意到 他们惯了YouTube 不肯走的话 如果YouTube慢慢剩下 所有根本不关中国事的资讯 那整个舆论系统会不会出事呢 因为很多人很可能 他原本不看YouTube 在李智敬和陈永恩等等的人 呼吁之下 开始看YouTube 谁知道突然他们 突然没得再做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原因 因为现在Google 其实他作为美国公司 要遵守美国的法律 突然没得看的时候 不知道会不会再去看其他东西 可能突然改变 所以看萧生也不明白 那这些事情 其实是 我相信是他们 意想不到也有很多问题 因为 这个是我小小的观察 当时其实 由于政府的抗疫措施 很多时候都令到市民不诚满意 我其实我留意到 在差不多 去到苹果被封禁之前 其实多了一些蓝丝类的人物 多了去看苹果 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奇怪的趋势 由于那些人 他们是想要稳定生活 所以如果有什么踩到他们的尾巴 其实他们的反应是不能预计的 那这些其实我觉得是很值得去注意 因为当中其实所谓的亲政府 其实他要求的不是一种政治立场 而是说一个稳定性 如果有很多是不稳定性 他们是会很不高兴 其中一个最不稳定就是 要他们关掉YouTube 改为下转BDBD 我相信他们会很不高兴 好 那还有一个话题 那你先介绍一下 嗯 对了 那就是这个无线电视 这件事我昨晚跟大家说过 那如果大家还没订阅的话 记得订阅频道 那另外可以subscribe 今晚九点会再和大家直播 我自己直播 那就是 对了 红线电视的这件奇怪推送通知 很明显 我相信推送通知系统不是有什么问题 肯定是他自己内部有人是出现了错误 他将一些不应该推送通知的东西 推送出去 这件事其实是涉及 风险管理上的问题 原因是因为 如果被人擅长 可以推送到这些不关事的东西 上去呢 下次就可能有一些 原工为了整股公司 就会贴上一些不应该贴的东西 今次贴我的东西 都还是很政治正确 下次可能会贴上一些 对无线来说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内容 而这类的内容 今次其实 那些内容 其实很多都是很无谓的资讯 例如李家超记者 李家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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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或者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港 整件事究竟是怎么样 没有什么伤害的 但是是一种很滑稽的事件 当然也会令到 无线的声望一定受损 原因就是因为 这些这样的推送通知 很多时候 都是会有震机 或者甚至乎有零声 而我的推送通知 很奇怪地 竟然是在 凌晨4点多的时候 突然出现的 不断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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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一些市民 如果他们是不关手机睡觉的话 或者他们用手机当时闹钟的话 我就很不幸 了 凌晨4点就被人叫醒了 就来看 李家超记者 李家超记者 爱国者治港 这些信息 所以呢 这件事我只能够就说了 其实 无线将这个 发推送通知的权力 我相信他很可能 因为无线不是一间科网公司 他很可能这些事是外判被人做的 而那间公司呢 又没有去将这个 发推送通知的权力 放在一个适当的地方 令到一些权力不足的人 都有机会可以 而无线的发这些通知 所以这次就搞出这些事情了 其实我们看到当初也有一些 Testing 有一些信息 所以很有可能 根本这些信息呢 是有人在那里试 就是李家超 李家超记者 可能在那里copy 一大堆文字 想看看会不会发出来 谁不知一发就是发到整个APP 所有的推送通知都是这样发送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就会出事 其实有一个之前有一套卡通 都很久之前的了 那就是有一个Sanrio 有个所谓的青蛙 真的很喜欢发明一些东西 他发明了一件事 叫做碎纸放大机 同时碎纸和放大一些有用的东西 谁知道有人用完之后 把有用的东西碎了 把没用的东西放大 这样的情况 其实就是因为他把两样相反不同的东西 放在同一件事里 很可能这些员工 随时是一脚踢 所有东西都是一个人负责 因为很多时候 尤其是一些老一辈 就是好像TVB的管理层 他们不认识新媒体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很可能会搞错了些东西 那就不知道原来要搞好一个这样的推送 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最好找专人负责 正如刚才说过 杨洛桥呢 几万元请进去整个 整个整个形象 你的评估呢 就是纯粹就是因为管理问题 是的 你的观察也对的 我看到测试的时候 那个 就是可以理解 是有黑客入侵 特意整股 那就大件事了 那就是保安问题 国安问题 因为有网友问 为什么是比加超 不是李加超 有李加超 两样都有 有李加超 有李加超 有比加超 两样都有 不是网络安全问题 是纯粹管理不善 就是无线这件事都花样多了 没落了 你跟最近那些好像是 有些 选机事务处 又要出来道歉的 把选委的资料 被人拿了 公开了 失落了 好像近来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因为近来 打仗 俄罗斯那些 黑客人不够人打 露出来了 在非常时期 这些是重要的 就是你的网络安全 究竟你自己能否保护到 香港近来好像有这些问题 所以无线这件事才引起这么多 包括我 会觉得会不会有人特意显示 我随时可以攻入你的系统 你们就 到7月1日 到李加超上台 不会突然搞很多笑话给你看 让你知道害怕 可能放一些这样的讯息给你 都不行 不过你这样的说法都合理的 我觉得 如果他放的话 就会放一些光阔香港 那些 令到他非常难堪的东西 肯定是 无线支持港独 类似 这些东西 一定会拿东西 等于维他奶股价 是 似乎就不是 似乎就纯粹是管理的问题 是吧 那还有没有其他 是 继续 是 因为其实对于不少的上一代 不是个个都好像王sir 是可以 是 上一代是可以自己搞一个YouTube频道 做这么多人多月的 但是 很多的 到一辈 其实他们都对数码化是不认识的 所以 我也很害怕 我也很害怕 很多东西 就是用我上网报名 交税 转账 那些 我是很烦的 我觉得是很不想的 数码世代是这样的 我都不肯用这个 都不喜欢用那个什么 安心出行 又有时 安心出行 又有些评论了 你今晚会和大家说这件事 那就留你今晚说 反正我们这一集都有一定时间 可以短一点 都是依靠你发挥 看看 不妨有两个月告 我们星期一会讲佛 佛弹 我们看在佛那里找哪个角度去讲话 特别是法兰 可能是说佛教 如果宗教是有政治含义的 那就会出现和政权冲突 在历史里面试过几次 直接去灭佛的 那些皇帝 香港都有法轮功的问题 都是宗教问题 中国要应付法轮功 建政之后也做过一些事 对付所有宗教 这个在佛带我们讲一讲 宗教自由的问题 可能是我们星期一做 还有你今晚说什么 你可以宣传一下 我现在 嗯 是的 今晚我已经准备了整个直播 大家做了一条连续 可以传出 今晚我会讲一讲 有关安心枪行李发现 当中是有人面识别的模组 而这样就会否释一下 哇这个重要 这个重要 是的究竟安心枪行的推广 因为由一个非强制的程式 变成了强制的程式 等等 它的推广是如何利用了香港人 本身的思考漏洞 和惯性 就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地方 都已经没有再有口罩令 但是香港截至到明天才解除 跑步的口罩令 所以大家看到 其实香港的口罩令 是相当夸张 夸张到一个点 其实是一种 甚至乎是比起我 没有留意内地的口罩令 是怎样 但是其实不少内地人 尤其是乡郊的内地人 其实他们都可能太理这些东西 都没有人会执法 但是香港其实我们经常都见到 之前都有说警察会去 郊野公园执法 所以其实他们是靠什么的支持 或者靠什么呢 我当然也会说一下 其实有所谓的EA mask 为什么它会大行期到 由2015年开始出版 已经很多次有人说 半句话 但是问题是这个防毒分析 或者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产品 例如我们都经常见到的 这个负利子空气清新机 一个带着 就会噴一些负利子出来 声称说可以空气清新 保护避免病菌 这些东西 其实反映着香港什么的民情 或者香港整个的体败是怎样的呢 因为我觉得 其实对于安心出行的问题 我觉得 与其说他这样做 事多能够接受 或者事多 应该更加要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个情细景业被香港默去了 因为其实如果 我说一样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看到 现在放宽堂食 那些人是个人去设计的 但是他们是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的 其实 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想没有什么人会 就是想着堂食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现在实行着 所谓的食事实名制 就是所谓的食事实名制 证名叫做疫苗通行证 但是它本质上是一个实名制 因为餐厅 设计了你的疫苗通行证之后 不是让你进入 它让你进入 但是它是记录下了你这个身份 它是加密到的餐厅 是看不到 但是政府可以要求那间餐厅 以追踪疫情为理由 拿到每一个去那间餐厅的资料 所以整件事其实它本质上 其实疫苗通行证 或者安心出人 就算安心出人本身 或者之前 我不记得是否有一个 总之有个政府的高层官员 就说过 安心出人不需要加上追踪功能 因疫苗通行证 已经是追踪功能 这件事其实关键不是在于 而是追踪功能 竟然是可以宣之于口 而香港人仍然去堂食 这件事才是真真正正的关键 因为我们之前有不少的人都怀疑 安心出行有没有追踪功能 但是现在 直到说明有追踪功能 竟然都是没有什么反响或者反应之下 这才是我觉得很值得去探讨 就是它已经说明是有追踪功能 但是没有人有反应 我会从这个角度 因为这个很少人从这个角度去出发 大部分人都是说安心出行 喂喂喂 可能有问题 会不会有后门呢 但是我的结论或者我的看法 可能有些不受欢迎 我的看法是 香港政府并没有技术去进行什么人面识别 或者任何这类的最终 因为它涉及非常大批量的数据和数据模型 而这件事是创科科技一向频繁的香港是做不到这件事 我的想法是 这类的措施其实是反映了香港人对疫情那种 揭施底里的一种恐惧 而这种恐惧是令到政府根本就用不着 甚至乎它需要不需要追踪 甚至乎它需要不需要什么 甚至乎我们看回疫情开头 第一个出来说要抗疫的不是蓝的那些 是那些黄的那些 我的文宣是个个出来搞抗疫文宣 大家看到这个情况下 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政府是会实行这类政策 这个想法当然一点都不受欢迎 但是 受欢迎很多人没想过 所以你是今晚记得要去听一听 大家九点钟就不见不散 非常好 有条线在这里 大家可以卡进去九点钟 有这个独特性非常好 要大家听听 因为我知道你是专长的 所以我都会到时来听 今晚大家继续了 今晚继续了 这个节目完结了吧 好 好 差不多了 那就 今晚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对对 好